很多东西看似简单 实则里面包含了许多世界级的顶端技术 就拿圆珠币来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圆珠币生产国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 圆珠币的笔芯我们却一直依赖进口 为了生产出自己的笔芯 中国整整历经了六年的时间 令人更为震惊的是 如今的中国已经如此强大 然而还有一项技术 至今都难以攻克 它就是超精密 抛光工艺 这项技术比比肩技术的难度更大 超精密抛光工艺 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灵魂 也是现代电子工业中 所要完成的使命 就拿晶片制造为例 抛光是整个工艺的最后一环 目的是改善晶片加工前 以到工艺所留下来的微小缺陷 以获得最佳的平行度 而顶级的抛光工艺 目前只有美国 日本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掌握 这对我们中国来说 无疑是被卡住了脖子 一旦这些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相关产业的封锁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或许有人会问 目前中国的超精密抛光技术水平在哪个层次 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就必须了解整套抛光技术的核心 作为一套技术要求极高的合成工艺 超精密化学机械抛光工艺精 必须由设备和材料组成 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我国研发的 二氧化配微求力度标准物质及其制备技术 已经具有成效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填补了材料上的空缺 但是对于设备 也就是磨盘的问题 中国依旧一头雾水 可是这种技术 我们除了自主研发 根本别无选择 好了 本期的一线科技到这里就结束了